把整理完成 来销售额 好我们开始了 啊 把我们的product叫进来 好看一下范围没有错 C25到D25就前面这两个嘛 哦按确定 好把鼠放在右下角的地方点两下 好OK 销售额是卖这么多没错 哦是有这个销售没错 但是呢因为还要扣一下折扣率 哦还要折扣率 所以呢基本上还要打个折扣才可以 好那我们看一下折扣是多少呢 哦他的折扣要打多少折扣要打 要等于说哦 换了一下要扣掉多少钱的意思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一格点一下 一样呢是我们的product 哦来 这就不是七开始了哦 这不对哦 是前面两格而已耶 销售额 成折扣率而已哦 所以把这两格选进来 把这两格选进来 哦按确定也就是说 虽然销售额是有五十四万五千没错 但是呢折扣啊要扣掉八千一啦 等于是给人家怎么样 科美商人家 哦哎 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扣掉的哦 要扣掉了哦 所以最后事实上是卖多少 就是这一个解掉这一个 才实际上 拿到的 learned 哦因为这个折扣 已经被中介人给拿掉了 treball 哦扣掉了好 movements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的销售数 数字 用我们的 INSUV 来做 INSUV 好 各位看一下 上面这一格 就用我们的销售额点进来 底下这一栏点一下呢 就是要扣掉的金额点进来 按确定 答案就是53万6825 所以事实上呢 只有拿到53万多而已 好 来 右下角点两下 就完成了 以上这就是我们相乘的练习 好 再进到下一张的工作表 来我们进到平均 Average AVERAGE 相 不是这样 平均 AVERAGE AVERAGE E